现在我们在中国的心约有一个心约 看了紧急的母亲的讯息之后 首先感恩地球母亲对人类无尽的爱 全宇宙都是能量在运作 在最高上帝和终极名师的爱与恩典下 全宇宙的能量体和所有众生都在提升进化 否则就会被淘汰 人类是千万物主中最高级的动物 人类要提升进化就必须回归自然 并马上吃纯素 身体会告诉你答案 停止吃肉后 身体的细胞和思维方式都会开始趋于正面 视野会开阔 爱心慈悲心等各种品质才会发芽成长 人与人与动植物之间都能和谐相处 就是帮助地球母亲疗愈并恢复生机 全体人类和各国政府必须支持协助地球母亲疗愈 支持倡导纯素生活就是帮助减少饥荒 保护环境及人类的健康 也是保护地球母亲的健康 保护地球是每一个地球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呀 地球母亲从去年12月开始了行动 以进一步警告人类 如1月份日本和中国的地震 以及中国甘肃地震后出现的可怕杀勇现象 这都是人类欲望产生的结果 时间紧迫 人类若不做出改变 将在未来两年内失去70%的人口 想想这些可怕的后果吧 为了帮助所有的灵魂脱离生死轮回之苦 伟大的终极名师化身为人类 用各种方法帮助提升人类的意识 指引灵魂回到永恒的家 为了拯救更多的灵魂免于地狱之苦 伟大的终极名师最近分享了更有力量的祈祷词 希望每一个人类在生命里时刻记住这最有力量的祈祷词 这是最好的咒语 也希望大家多多播放无上市电视台 让这份正面肯定的能量 持续散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这样的举手之劳却是帮助自己 提升人类意识最好的方式 来自中国的玉芬女士 关心的女士 我们谢谢您的心里 残忍 虽然人类可能持有最高的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